英明美國時候的英文口是100題 當然一個人是實體 我們繼續看下去 就隨便亂跳 劃掉就是之前講過的 我看這一集 日美 federal laws 因為美國法律有聯邦的 也有州的 所以我這一系列除了在講答案以外 也會在介紹相關的美國文化 歷史 政治 法律這些 就是誰制定 這NEX也不要說製造或做 就是誰制定聯邦的法律 州法律不管 因為我們一般只管聯邦 但是老百姓是只管州 你住在那邊 你就看不到聯邦 你在國外你只看得到聯邦 看不到州 這個意思 答案三個隨便選一個 比如說Congress Congress就是美國國會 英國國會叫Parlament 百樂門 百老會 美國叫Congress 當然民主國家都只有上議院 下議院 第二個就是平民院 或者你叫Senate and House 你看它分為 Senate就是參議院 參議院 參議院叫Senator 然後House就是眾議院 或者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中議院 那中議院也叫Parlament 或者第三個 U.S. or National Legislature 就是說你答案 打一個Legislature 也可以 或者U.S.Legislature 也可以 或者National Legislature 第一個 國會 標準答案 第二個就是參議院跟中議院 標準答案 或者是美國 或者國家的 立法單位 都可以 所以這一題就是國會 國會 制定法律 我們在跳跳 P.28集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當然 美國總統會變四年選舉一次 最多可以連任一次 最多八年 美國本來沒有規定 這算華盛頓拿他連任一次 然後 人家就說 你幹的太好了 你是國父啊 你就選第三次 保證你當選 華盛頓說不行 權力會使人腐化 絕對的權力會使人 絕對的腐化 我當兩名就夠了 我當第三任 搞不好我也會腐化 搞不好一大堆人 逢銀拍嘛 U.C拍嘛 靠我吃飯 這個不行 會腐化 我只當兩任 他就不選了 跑到老家去 找老師 或種錢去 後來大家就跟隨他 法律都沒規定 但是他說 華盛頓只當兩任 其他也跟蕭貴人吵誰 到了二次大戰的時候 這個 這個 Francloin Roosevelt 羅斯福總統 小羅斯福總統 打破了當四任 當初那時候是二次大戰 那時候戰爭的時候 這個 兵荒馬亂 就不換 他最後第四任 美國二次在任上 然後他一死啊 後來美國就修法的時候 不行啊 四任太長了 就修法 就逆法 改變法律 就只能當兩任 從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就只能當兩任 就是只能連任一次啊 那不同的時間點 美國總統不一樣 以前是那個 Donald Trump 現在叫 Joe Biden 他不念Biden 所以我們總統 拜登買的Joe Biden 或者直接講拜登 也可以 但是今年11月要選 他還是候選人 可是年紀超過80歲了 有些老人去待見了 所以 美國這個民主黨 就在想要不要壞人 現在還在這個過程當中 然後我們再往下看 比如說看到這幾 第四四題 What is the capital of your state? 因為不同的人移民嘛 我們亞洲人移民到美國 你只能住一個地方嘛 那你可以買別墅 你可以買五六棟都可以啊 但是你戶籍登記的一個嘛 就只能一個州嘛 你不能說我住在美國 人家說你住美國那麼大 住哪裡 你應該講一個州嘛 你說我有八棟房子 那也比你的自由嘛 可是你登記 登記在哪 或者移民的時候 登記在哪一州 哪一州 不一定確嗎 要哪一個州裡面哪一個城市 城市裡面哪一區 哪一區裡面哪一條街 要地址嘛 所以你登記的時候 capital 就是你那個州的 capital是首都啊 州怎麼會首都啊 capital 除了首都也可以當首府 所以美國可以說有五十一個capital 一個首都嘛 Washington DC 還有五十個州的省會啊 就是首府啦 美國叫首府 中國叫省會 就是你那個州啊 看你是移民哪一個州啊 你的首府在哪裡 當然 NHVYERRY 去看這個面標的答案嘛 五十個州 加上Washington DC 看你是在哪裡 這面標的答案 NHVY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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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VY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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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你如果不是住五十州 還有別地方 有 這兩種情況 第一個人住在首都嘛 首都不属於五十州嘛 你如果住在華盛頓特區啊 你就說 噢我們沒有 我是華盛頓特區的首都嘛 首都裡面怎麼會有首股 沒有啊 你也就知道 第二個你住在美國的海外屬地啊 像那個 什麼 這個 中途島啊 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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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泥島啊 Budgen Island啊 這些啊 或者波羅里克 波羅里克 波羅里克不是國家嘛 美國的海外屬地啊 所以它在整個 就是你如果是海外 這個 英文字啊 territory 就代表海外屬地 不是領土 海外屬地啊 領土叫 mainland 海外屬地 territory 因為你如果是美國海外 屬地的 居民 但是居民嘛 你就把 你那個 海外屬地 海外屬地 又看不懂 又相當於首股 好 我們再往下 隨便挑一題啊 再 挑一題 好像這一題好了 好 第73題 Nand the US war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就是指出一個 明白的名詞 給它懂 指出 指明 指明一個美國戰爭發生在 北方 跟南方 一般北方 南方 是小姐 就是專有名詞 這是北方 南方 那當然 一般我常就知道 南北戰爭嘛 你可以打 Sible War 或者 Wall between the States Sible就是 國內 或者老百姓 就內戰嘛 你說內戰怎麼老百姓打 有啊 內戰當然是 軍人打 但這個是國內的戰爭 老百姓也會死掉很多嘛 老百姓會被抓去徵兵嘛 然後翻成國內戰爭比較好 就美國內戰比較南北戰爭 或者你講這個也可以 就是在各州之間的戰爭 北方各州跟南方各州之間的戰爭 然後再看 看這一題啊 第八十題 就是 Who did the United States fight in World War II 就在二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I 第一次世界大戰 叫World War I 第二次世界大戰 Who did the United States fight 就美國跟誰打 美國第二次是誰 Gip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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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時候為什麼美國兩邊做戰爭 因為其他歐洲國家都打到不行啊 沒力氣啦 美國那時候沒事嘛 後來珍珠島被偷襲以後 美國就沉睡著獅子醒了 然後這一大隊上戰場 就分為 歐戰 跟亞洲 兩邊 美國兩邊之間 就是Giphan Gip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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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國家是美國二戰的 敵人 再看看我們看 What did Martin Luther King Jr. G 就是這個人啊 馬丁路德基 為什麼Jr 他爸爸叫這個名字嘛 Jr的小嘛 Senior就是資深的 長輩嘛 晚輩嘛 他們長得Jr 表示爸爸或者爺爺 同一個名字 那馬丁路德基做了什麼事情啊 他這個黑眼 也就是明確運動領袖啊 因為美國以前嘛 歧視黑眼嘛 當然現在也歧視啊 但是 以前是 表面實質都歧視 只想知道表面啊比較好意啊 身體上就看 看白人 一眼而已 所以馬丁路德基 啊就是強調 和平非暴力 文理上甘地啊 那後來也做了很多演說啊 所以 就是 激起了黑眼的自決運動啊 爭取了黑眼的很多權利啊 也可以說他是黑眼的國父啊 也可以這樣講了 黑眼的導師啊 後來被槍殺了 被暗殺了 被暗殺了 所以他等於是美國 也是美國的委員 尤其是黑眼的委員 那馬丁路德基啊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他是一個傳教士啊 比如說這兩個隨便加一個 Ford 是Civil Rights Ford是過去世馬 已經過去了 他為了什麼奮鬥啊 這邊不要說打仗 也不要說吵架 為了這個公民的權利 當然主要是黑眼的公民的權利 而奮鬥 或者呢 Work for equality for all Americans 為了Equality 就是公平性啊 公平 為所有的美國人 當然還是以黑眼為主啊 因為白人 就沒什麼公平 不公平嘛 就主要是爭取黑眼的啊 Work for 也就是為什麼努力的意思 而不是工作啊 就是他其實是堅持啊 為什麼很努力的意思 為了所有美國人的公平性啊 當然這 他給你比較多拿著所有的美國人 他當時主要是黑眼嘛 我們再看 比如說第八九題 White Ocean is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因為美國嘛 是在地理上是在太平洋跟大西洋中間嘛 也就是說它西邊是太平洋嘛 東邊是大西洋嘛 所以我們從中國大陸從台灣 飛機飛過去飛到西洋嘛 因為亞洲在西邊嘛 就是太平洋西洋 飛到太平洋東海 就到美國西洋嘛 那五月花號啊 英國殖民者 就是大西洋的東邊 到西邊嘛 到了美國 所以到西邊是Pacific 或者Pacific Ocean 太平洋嘛 我講太平洋 因為比較公平浪靜嘛 大西洋呢 就浪比較大一樣 Pacific Ocean 然後呢 比如說第九四集 對呀 What is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這是宋芬奇 美國的首都是哪裡啊 到華盛頓DC嘛 華盛頓 當美國華盛頓住在西北啊 跟華盛頓DC差很遠啊 華盛頓DC基本上在東北一邊嘛 District of Columbia 去哥倫比亞特區 去送問題 好 我們順便看下一題 Where is the stage of liberty Stage的雕像 自圓 自圓雕像 就是自圓女神嘛 自圓女神雕像 在哪裡啊 這你可以隨便打一個 沒有用 可以嘛 但是這個紐約市 也可以是紐約州啦 也可以紐約市啦 因為它甚至女神在紐約 紐約市啊 也在紐約州啊 或者你叫紐約哈佛 紐約港 因為殖民者啊 從那個英國等地啊 從大西亞的西亞到東亞 就先到這個紐約港 那 Leverty Allen 它精確的是在 自由島 一個小島上面啊 它在那個島上面啊 或者你也可以 可以啊 Also Excitable New Jersey Near New York City And the Hudson River 紐約港 其他也可以啊 Also Excitable 所以可以 讀考官員接受 你說在 紐約市啊 也可以 或者靠近啊 紐約市也可以啊 所以它應該是行程西州啊 但是靠近紐約啊 And the Hudson River 這美國東北邊很有名的河馬 它是聲音的 你到加拿大 所以這幾個答案都可以 你就講New York就可以了 比較簡單而已 好 我們最後一題再看啊 像絕七題 Why does the flag have to distort Flight國旗 就騎什麼 就美國國旗啊 美國國旗為什麼 五十個星星啊 隨便選一個 Because there is one star to each state 就每一個州啊 再來一個星星 美國五十州嘛 所以美國國旗最早十三顆星啊 不是五十顆啊 美國最早十三州啊 十三州啊 後來又拿下更多土地嘛 各個州嘛 有的用打仗嘛 贏了就是它的嘛 就美國的嘛 有些要買的嘛 有些要搶的嘛 有些要騙的嘛 有些要合併嘛 有些要合併嘛 慢慢很多啊 剛剛這裡面有很多不明義的歷史啊 現在五十個州嘛 每一個州是一個星星啊 就五十個州五十個星星 或者你也可以答 Because each star represents a state 每一個星星 代表代表 代表一個州 或者你也可以答 Because there are three states 你也有五十個州 每一個州啊 都是一個星星啊 所以問啊 這個 國旗問了五十個星啊 你可以答 Because there is one star to each state 你也可以答 Because there is a star represents a state 你也可以答 Because there are two states 這樣就實際了啊 热題證券 就破壞了 這集這樣就 很休息 五十個星 我們在搭檢訪